中文字幕志愿者 火腿 培根 都是我们西式早餐 常常爱吃的一个B食品 深受欢迎 不过爱吃这些加工肉类的朋友 可要留意了 怎么说呢 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属下的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在进行了超过800项的研究调查以后 将这些加工肉类 列为一级致癌物 那么这个红肉 比如说牛肉 羊肉跟猪肉 也分别列为2A级致癌物 是 当中最令人感到关注的 就是加工肉类和烟草 被列为同一个级别 难道我们以后就 都得要避免这些加工肉类了吗 相当惊人的发现 是的 好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话题 很高兴地邀请到 黄醒荣医生来到节目现场 你好 黄医生 你好 祈希 你好 祈希 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图表 世卫组织把烟草 还有加工肉类都列为一级致癌物 到底是怎么样的分类呢 很多人误解了 还以为这个是以它的致癌的风险 所以觉得跟烟草致癌的能力是一样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 它是以科研的证据的可靠性来定位的 如果是一级的话 就是说科研的那些证据可信度很高 可靠性很高 那就是定位第一级 而不是因为这种物质 它致癌的能力最强 或者在世界全各国所导致的新病例最多 不是这样子定位的 它总共分五级 四级 四级 因为二人就分AB 对 是的 所以第一级就是有确实的证据 相当有信心 这是可能会提升患癌的几率 第二级就是说是怀疑有这个可能性 就2A 对 2A和2B要看它的证据的有利程度 如果是较强的话就2A 较弱的话就2B 有些时候因为科研出现的那些成果 有些时候互相有一点矛盾 还不能够说确认肯定是就列入第二级 第三级就是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什么证据 科研人员也不太了解到底是否有这些致癌的这些能力 第四级就是已经研究过相当肯定不会致癌 所以你说2A的情况就发生在动物的可能性 它是有那个证据 但是在人类上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吗 有些时候是这样子 不过也不一定 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 他说一般红肉 未加工的红肉列入2A 不过这个未加工的红肉在动物身上的实验也没做多少 所以也不一定是在动物有这方面的证据才列入2A 是 像黄医生刚刚有解释 这个各级别的分类是经过科研研究的结果 它的这个可信性还有可能性 但是它的致癌性是不是可以相提并论呢 也不能够这么说 比如说我们看烟草 烟草在全球导致的癌症新病例 每年大概有100万种左右 喝酒大概也有60万种 如果说吃这种加工红肉所导致癌症的话 刚才你也提到了 大概有3万4千种 所以从100万种 3千4百万种 这样3万4千种 这样相比就知道 其实它们的治癌能力不能够相提并论 是的 这样其实我们也看到 就是你现在这个话题就谈到 就是加工肉类 对 那可能有些朋友还对这个加工肉类 印象只是罐头罢了 那到底何为加工肉类呢 加工其实经过处理 比如说腌制 烟熏 或者加了一些防腐的化学物品 这样都算是加工的食品 比如说我们厂 包括辣鸭 辣肉这些 香肠是吧 都算 一般上常常看到的香肠 热狗 这些火腿等等的 都是加工的红肉 但是如果说它们有一种比较天然的 比较说天然有山盐 来腌制的一些猪肉的话 那也算是加工吗 也算是加工 因为这个 一般上它的这个过程 会使到那个肉稍微有点的发酵 就会产生一些致癌的物质 好 那加工肉到底为什么会听起来就是会有致癌的这个可能性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加入了防腐剂 一些鸭酸盐 它可以保长这个保质期 对 这个鸭酸盐吃入口中 因为我们口腔里面一般上都有一些细菌 会产生一些化学的作用 那这个鸭酸盐变成销酸盐 销酸盐跟其他的食品里面的 尤其是蛋白 产生一些化学的作用 就开始制一些 会产生一些致癌的物质 是 最常见的就是一种叫做NOC的 Nitrates 好 我们来看看加工的过程当中 是怎么样的一个步骤跟阶段 所以你看 加工的这个过程呢 因为它里面的那些物质 就算不加任何的防腐剂 在加工的过程呢 也会产生一些致癌的物质 压消肌或者这个多环的方向厅 这个是因为这个食物稍微有点 发酵的时候会产生这个物质 而且还可能就有些转变 有一些运作的时候 就有些速度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些改变 是吧 那如果说我们在加温呢 加温之后呢 也会不会产生这个致癌物 对 这个致癌物除了这个加工 在烹煮的时候 要看烹煮的手法也可能产生 所以就算是未加工的红肉 如果用高温来处理 用烧烤 BBQ 对 BBQ 烘制 煎炸的方法呢 高温处理过后也会产生 这些致癌的物质 所以我们可能我们观众 还是比较关切的 关心就是 好了 我不抽烟 但是我是肉食主义者 吃了这些肉食 尤其是红肉 或者是加工肉类的话 是否一定会致癌呢 不是 必定会致癌的 就好比抽烟 吸烟者 不一定会患肺癌一样 只是风险的高低 吃这个红肉 或者这个加工的红肉呢 如果吃得越多 风险就会逐步逐步提高 所以它不是必然必定的 那吃多少才会有这个致癌的风险 其实没有所谓安全的水平 就好比抽烟 不能够说一天抽一根就没事 抽五根才出事 这是没有这个安全线的 只是如果吃得越多 风险就逐步逐步提高 如果天天吃 我有认识同事 他天天都吃午餐肉 那是不是就会有事 这个从卫生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 这份报告里面 他们估计 如果每一天多吃 大概相等于 50克的这个加工红肉 那患直插结肠癌的几率 会提升大概18% 好 加工肉类 如果每一天食用50克 这个50克的话呢 就是会患上 癌症的风险 就是上升18% 到底50克的加工肉 它的食用量是多少 其实也不是很多 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 像一片午餐肉 或者 一公分厚的 大概一半 是的 或者这个火腿 火腿 三片 这边就三片就是50克 50克了 腌肉这样三四片 也大概50克 好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 这个热狗 焖根 培根 培根三片 这样也是50克了是吧 是的 还有热狗 对 热狗 这样两片热狗 或者这个较大的香肠 一块就大概是50克了 真的不能多吃 是啊 但是你想想看 我们一天 比方说吃那四了吗 加两条香肠 就刚刚50克了 然后再加多一个火腿 天啊 明后天就不能再吃 因为这是 平均每天都这样吃 才会出问题 是 对 其实我们以往 在新加坡也做过 这个国人的 饮食习惯的这个调查 发现其实国人吃这种加工红肉呢 并不是那么多 比西方人少 西方人平均大概每天是吃 大概50到100克 而新加坡国人呢 大概他们吃的大概是9.3克左右 要比西方人来得少 年轻人可能吃的较多 发现大概18岁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 大概每天吃的大概有15.3克左右 不过还是没有西方人那么多 刚刚说到这个红肉呢 被列为2A级别嘛 是的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吃这些加工肉 还有就是红肉吗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不能 我觉得用不着说不能碰 虽然是跟烟草列为第一级 不过也用不着太极端 什么好像用五烟区这样子 或者18岁以下未成年的不能买 用不着那么夸张 只不过尽量如果可以的话就少吃 或者用一些比较不会致癌的食物来代替 比如如果是喜欢吃肉的话 吃一些白肉 飞禽类的 就致癌的能力就比较低一点 或者吃素者 他们患癌的几率也比较低 其实患癌最低的一群人不是素食者 而是吃素和鱼 鱼肉好像对这个脂肠解肠癌 有保护的作用 我相信这个时候很多家庭主妇 正在烹调 今天晚上的晚餐 就可以做这些参考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黄英生来到节目现场 只要适量适度地吃 不要饮食过量 在这个红肉跟加工肉 应该就比较安心了 就物极必反 如果对今天的话 有任何的看法的话 欢迎您到《虽诚勇约》的面部 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留言 广告回来是下一段的新闻 我们回头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